第35题,乘上提之叙述,已知酒精的沸点为78度C,水的沸点为100度C,则在加热20%的米酒时,其蒸发的蒸汽为何? 我们上课的时候教过,沸腾要在沸点,要在沸点才会沸腾,但是蒸发可以在任何温度之下,他们都可以蒸发, 所以当我们从加热我们的米酒的时候,在随时随地,我们的水跟我们的酒精是都可以蒸发的,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,其蒸发的蒸汽为何? 我们答案选的是,诸酒精和水皆会同时蒸发。